在泰国贩卖人口的犯罪行为十分猖獗 少有姿色的会被卖给富豪 其余的会被关起来 等待世界各地需要器官的买主上门 今天的故事就与此有关 大家好,我是亮哥 今天就一起来看这部韩国的犯罪片 《从邪恶中拯救我》 故事开始 英珠是一个韩裔的单身母亲 独自带着女儿小文在泰国生活 她的经济状况不错 最近还准备做房产生意 这天因为要和房产中介商量一些事情 英珠便让保姆接女儿放学 谁知保姆早已心怀不轨 接到小文后便活动男友绑架了小文 这让和女儿相依为命的英珠魂飞颇散 六神无主 由于没有接到勒索电话 警方并没有中事,无所作为 只是印发了保姆和小文的寻人启示 走投无路的英珠 想起了前男友仁南 仁南此人并非邓闲之辈 八年前她还是韩国情报院的顶级特工 说是特工,其实和杀手无意 专门帮政府做一些见不得人的暗杀任务 然而由于情报泄露 导致政府培养杀手的丑闻曝光 为了毁灭证据 仁南和其战友都在灭口之列 上司金部长不仁跟随自己多年的手下丧命 便偷偷救下了仁南 让其尽快逃离韩国 隐姓埋名 永远也不要回来 仁南舍不得交往了多年的女友 朋友不想连累她的后半生 只能貌似和阴珠诀别 谁知 灭口的特工已经盯上了仁南 仁南和两名特工在电梯口遭遇 不过电梯可是仁南的主场 他一枪干掉一个 迅速把另一个拖入电梯 将其打倒后一枪爆头 一旁的阴珠惊魂未定 可他心里明白和仁南分开已成定局 这之后连人彻底断了联系 阴珠远赴泰国 仁南则硬性埋名 藏身东京 并成为了一名职业杀手 最近他刚做了一单任务 干掉了一个黑帮大佬 之前他就已经和经纪人言明 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单 交差时经纪人却让他再做一单 被仁南果断拒绝 这几年来他也攒下了不少的积蓄 可因为身份敏感 一直是孤身一人 朵朵藏藏 又再多的钱又有何用 在无意见看到了一张巴拿马海滩的照片后 仁南便心生向往 向自己注定孤独一生 便决定到巴拿马了却余生 为此他让经纪人帮忙 在那里购买了房产 并搞定了去巴拿马的证券 就在他准备就此度过余生时 前上司金部长突然联系了他 原来走投无路的英朱 联系不上仁南 便联系了金部长寻找仁南 却并没有告诉金部长因为合适 仁南的心理多想就此和英朱团聚 可还是狠心让金部长转告 他已经死了 英朱听到这个消息彻底绝望 此时他却接到了房产中介的电话 对方声称在朋友的帮助下 找到了保姆和小温 只要英朱付钱 保姆就会放人 而且不能联系警察 早已六神无辱的英朱 已经没有能力去分辨真假 带上前就赶赴了约定地点 可这不禁没能救出女儿 自己也惨遭毒手 一天后 仁南就接到了金部长传来的消息 英朱被害 仁南顿时心如刀脚 英朱的遗体被运回了韩国 全身器官被摘除 惨不忍睹 泰国警方怀疑 英朱的死和其女儿小温的失踪有关 仁南这才得知英朱还有个女儿 看照片上的年龄难道和自己有关 于是他秘密和金部长会面 这才得知 小温居然真的是自己的女儿 当年仁南远顿不久 英朱便来找过金部长 告知了其怀上了仁南骨肉的消息 金部长让英朱做出选择 找仁南还是要孩子 两男之间 英朱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如今 女儿不知生死 仁南却又有了大麻烦 经纪人打了电话 前段时间 他刚杀的黑帮大佬 有个亲弟弟雷 仁南心里已经 雷也是名杀手 以残忍著称 他的目标无一例外 全部被开膛破度 死相凄惨 江湖人称 屠夫 雷和哥哥多年不曾联系 经纪人也是事后 才得知了此事 所以那天想让仁南再干一次 目标就是雷 而现在 雷为了找出凶手 到处杀人 经纪人让仁南躲避一阵 他自己也准备跑路 然而经纪人 在干湾机场的路上 乘坐的车辆被直接撞翻 随后被雷的人抓了起来 经纪人对雷的凶狠 早有耳闻 惊恐之下 交代了一切 可他只知道仁南回了仁川 并不知道具体地址 最后惨造雷开膛破度 不过以雷的残忍 即使他知道 估计也难逃厄运 几天后 身在仁川的经部长 也惨造雷的毒手 从经部长的住所 雷找到了经部长和仁南的合影 而这些照片中 还夹着一份小文的寻人启示 雷的心中一动 立即动身前往了泰国 仁南这边 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他现在已经来到泰国 想尽快找回女儿 从经部长给的资料中 他联系到了一个 寒义地头蛇 付了不菲的报酬后 地头蛇很快查到 当地人诱拐外国小孩 司空监惯 可这次并不太像单纯的诱拐 英珠账户上的钱 全部被取控 说明有人知道 英珠的账户状况 而最近 英珠来往密切的 房产中介宗秀 有很大的嫌疑 此人在韩国诈骗被通缉 逃到泰国后 以房产投资为诱饵 转调韩国人诈骗 地头蛇推测 小文失踪 英珠被害 八成和这个宗秀有关 随后 仍然开始跟踪宗秀 求准师纪 在车上控制了对方 然后将车开到了偏僻之地 开始言行逼问 这可是仍然的拿手好戏 果然 受不了酷刑的宗秀 交代了一些 基本和地头蛇的推测一样 以房地产为诱饵 接近英珠 确定英珠有钱后 买通保姆拐走小文 之后又装作好人 让英珠带钱熟人 事后 双方分赃 英珠被杀 而小文早已被保姆夫妻杀害 得知小文被害 回忆的希望破灭 仍然愤怒异常 一刀干掉了这个人渣 那边 雷也追踪到了泰国 了解了小文的失踪案后 他收买了几个当地的混混 开始寻找保姆 结果几个混混 见雷身负巨款 便已找到了保姆为由 将雷骗到了他们的老仇 妄图谋采害命 结果却踢到了铁板上 偏刻之后 仓库盾的混混被尽数斩杀 门口放风的混混直接被吓杀 哆哆嗦嗦地表示 一定会帮雷找到那个保姆 仍然这边则提前一步找到 并控制了保姆夫妻 在得知小文已死的消息后 他已经心如死灰 唯一的希望是找回小文的遗体 一番严心逼问 却意外得知小文没死 而是被保姆偷偷卖给了人贩子 这样仍然又惊又喜 接着仍然从保姆的口中 得知了一个让当地人都胆寒的名字 老宋 与地图社所说 老宋是当地的大毒枭 和政府高层航线一气 警察局长见到他 都得点头哈腰 贩卖人口和人体器官 只是他的副业 而且像小文这种外国小孩 在器官黑市很受欢迎 甚至还有人专门定制 所以仍然必须得抓紧时间 不过低头舍 可不敢招惹老宋的势力 便给仍然介绍了一个 懂韩语的人妖阿玉 充当仍然的翻译 寻找小文 阿玉虽然明白老宋的可怕 不过他一心想攒钱 做变形手术 成为真正的女人 加上仍然是打算买回小文 这才冒险答应了下来 之后 阿玉冒充器官买主 联系到老宋手下的人贩子 在对方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处巢穴 这里关押着 众多被拐卖绑架的孩子 等待买主上门 据看官的女人所说 仍然她们要韩国孩子 在等上一段时间 前几天倒是有个女孩 不过今天刚刚被买走 仍然焦急地表示 她愿意出双倍的价钱 追回那个孩子 可对方却转身锁上了 关押孩子的房门 让两人去楼外等候 可仍然心急如焚 转身又回到了楼内 打坏门锁 隔着铁丝门 拿出小文的照片 询问被关押的孩子 是否见过小文 果然其中一个小男孩确认 今天被带走的就是小文 小文被带去了 老宋郊区的工厂 做心脏移植手术 仍然心里大惊 掀开小男孩的衣服 看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伤口 看来小男孩所言非去 就在此时 仍然反子也发现了仍然两人 实际冲了过来 仍然迅速出手 拆掉了对方的武器 就敌取材 干掉了几人 准备带着小男孩离开时 却有人从楼下杀了上来 仍然定睛一看 正是追踪而来的雷 仍然瞳孔猥琐 知道此人的可怕 雷竟然阿宇带着小男孩离开 自己殿后 雷眼间仇人就在眼前 紧握长刀 杀将了过来 两人都是高手 虽然招招致命 但也忽悠胜负 失均力敌 不过仍然心性女儿 无意和雷纠缠 打斗中 趁机把雷关在门外 自己在踹开窗户 跳窗而走 隐溺在了人群中 远远地看到 阿宇和小男孩 被赶来的警察带走后 这才快步离开了现场 不久 打批的警察封锁了大楼 端掉了这个窝点 揪出了被关押的孩子 警方其实早已知晓 从来都是默许老宋的恶行 只不过这次多人被杀 而于舆论的压力 警方才不得不端掉窝点 展开调查 而老宋这边 虽然损失不大 但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这让他非常的不爽 严令手下 务必找出仁南和雷两人 仁南这边再次找到了地头蛇 得知仁南真的招惹了老宋 顿时慌了 念在经部长的情意 他还是给了老宋 交去工厂的确切位置 以及一把手枪 别让仁南找到孩子后 再联系自己 他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了 阿宇这边 被警察带走后 关了起来 被同一个牢房的 几名壮汉不断调戏 这一夜 归得可谓是胆战心惊 此日 警察依然用这个理由 威胁阿宇 想想自己如果坐牢 那惨状 阿宇不禁打了个寒颤 卑鄙无奈 说出了仁南 会去老宋交去工厂的事情 另一边 雷静止来到了 老宋名下的一家武器店 一枪干倒电源 抢夺了大量的武器 等员兵赶到时 持枪威胁对方 说出了小文的下落 而仁南此时 已经来到了工厂附近 潜入对面的大楼中 暗中观察 突然从对面的窗户中 看到了正望向窗外的小文 接连的惊吓让小文的目光呆滞 仁南不由的心中一酸 可他知道 现在还不是营救小文的最佳时机 片刻后 一辆面包车停在了楼前 粗暴地带走了小文 仁南立即驱车追赶 可他不知道 警方早已埋伏在附近 意图将他和雷一举抓获 面包车没走多远 就停在了附近的一栋楼前 仁南知道 这是他营救小文的最佳时期 然而就在他要追上对方时 雷却突然出现 持枪致向了仁南 雷来势汹汹 仁南只能驱车逃离 暂避锋芒 随之 警方见到雷出现 立即开始收网 拦住了仁南的去路 前有墙底 后有追兵 而小文则危在旦夕 他绝不能出事 危机时刻 仁南把心一横 索性家族有门 冒险冲过了警方的路掌 解开了这个死局 而后方追击的雷 却撞到了警方的枪口上 于是 双方发生了激战 仁南趁双方自顾不暇时 冲进手术室 开枪射杀了在场的几个人渣 救下了小文 而由于雷带了大量的手雷 和警方交火 结果闹出的动静太大 导致旁边老宋的毒品工厂 也被摧毁 随后 仁南带着小文 躲在了一家旅馆 并立即联系了地头蛇 地头蛇帮他联系了蛇头 对方让仁南 明天入住指定的酒店房间 下午三点交付偷渡定静 到时候蛇头会打电话到房间 约定交付地点 之后仁南又联系了阿宇 希望他能在自己去交付定静时 照顾一下小文 可阿宇惧怕老宋的势体 拒绝在提供任何帮助 仁南无奈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而小文醒来后一言不发 这也让仁南担心不已 他心怀愧疚 始终没有勇气承认 自己就是小文的父亲 此日仁南给小文买了新衣服和玩具 然后按照指示入住了酒店 顺便还找了一名医生 查看小文的状况 得知小文只是惊吓过度 眼看约定的时间已到 仁南请求医生 能帮忙照看片刻 他去去就来 善良的医生答应了下来 也许是感受到了仁南的善意 得知仁南要离开后 小文害怕被再次抛弃 和仁南拉狗 让他保证一定会回来 这一刻 杀戮无数的人男 情难自已 之后仁南离开了酒店 在一处肖像见到了舌头 约定了出发的时间和船班 一切顺利的话 仁南就能带着女儿 开始新的生活 而仁南不知道的是 昨天老宋的毒品工厂被毁 让他大为愤怒 是要将仁南和雷碎尸万段 不料雷却手持手雷 找上门来 老宋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加上佩服雷的胆测 让人决定联手 不过仁南必须死在他的手里 才能往回颜面 雷也只能带走尸体 之后 老宋的人 查到了地头蛇的身上 雷丹人将对方折磨至死 从而得到了仁南入住的酒店信息 当仁南回到酒店时 老宋的人已经找到了此处 仁南顿感不妙 快步走到电梯前 准备上楼 然而电梯里也埋伏了杀手 瞬间冲了出来 仁南快速解决掉几人 一路从楼梯杀了上去 虽然老宋的手下被斩杀殆尽 但仁南也伸中了道 就在他意味摆脱危机时 回到房间却发现 医生被杀 雷带人正等在房中 仁南请求雷放过自己的女儿 可雷是什么人 杀人如土狗宰猪一般 而且他就喜欢享受 目标这种临死前的哀求 说吧 然而敲晕了仁南 老宋的手下 便立即准备杀人分尸 谁料雷却突然拔枪 迅速射杀了几名混混 只留下了负责分尸的两人 他从来就没想过 把仁南让给老宋 愁他必须亲自包 之后他未必利用剩下的两人 让其把仁南带到自己的住处 等他先去处理到小门后 回到住处亲自动手 在两名手下 把仁南压上车时 正好被早已在停车场 纠结多时的阿玉看到 眼见仁南妇女 可能会丧命于此 阿玉终于鼓足了勇气 在对方离开时 开车竟直撞了上去 然后乘着两个小弟 七云八速时 揭开了仁南的束缚 此时 雷正好驾车从另一边离开 仁南看到后 雷即追了上去 一路朝小路狂奔 拦在了雷的车前 把枪变射 两人在车里 又是一番生死搏斗 车辆失控后 撞停在了路边 巨大的冲击力将两人分开 此时仁南发现 小门就在行李箱中 急于救出女儿的她 被雷偷袭 一刀刺中的胸部 死死地摁住 仁南情急之下 摸到了一颗手雷 然后拉开拉环 扔到了车外 爆炸的威力 将雷人所在的车子 炸飞了出去 然而都陷入了短暂的昏迷 手上颇重的仁南 率先醒来 然而她却没有补刀 反而心急地救出了女儿 此时 阿玉也赶到了此处 仁南让阿玉 带着小门先走 而苏醒过来的雷 再次出刀 仁南身受重伤 几乎还手之力 之后 雷一刀刺进了仁南的腹部 开膛坡度 仁南之死 已成定局 此时的仁南 已经不在乎雷 只是转头看向了 渐渐远去的女儿 只死都没有回头 看到女儿远去后 她才缓缓松开了 手中的手雷 和雷同归于尽 电影最后 阿玉根据仁南的电话留言 拿到了仁南的全部积蓄 和早已在巴拿马 制好的房产征件 带着小门来到了巴拿马 开始了新的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觉仁南就是被编剧 硬生生的给写死了 好了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